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德华的女友是一个一个 郭富城的女友是一个一个又一个 黎明的女友则是一打一打又一打 女友竟横扫中日韩三国并不整个亚洲 数量高达23位 而且黎明的女友都是女神级别的顶级女明星 好色的名气比成龙还大 丢掉三级女友 却被前妻榨干七个亿 最终却与小自己21岁的女人发生不伦之恋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天王黎明究竟玩弄了那些顶级女星 揭秘黎明的真面目 第一位 王祖贤 1987年黎明拜戴思聪为师 从而认识了同为戴思聪学生的王祖贤 两人作为师兄妹很快认识 当时的王祖贤性感妖娆 颜值颇高 一下子吸引了黎明 而且王祖贤的妈妈非常喜欢黎明 聚男两女两人很快擦出爱的火花 王祖贤被黎明骗上了床飞闻船的满天飞 后来王祖贤去台湾和琪琴拍芳草碧连天 倒进了了情歌王子琪琴的怀里 所以和黎明的这段恋情也就此作罢 第二位 周海妹 虽说师妹跟琪琴跑了 但是不甘寂寞的黎明很快描上了另外一位角色美女 她就是周海妹 1990年两人一起拍回到卫家时 两人的CP感很受观众欢迎 在公司的筹划下 两人继续合作拍了另外一部戏 长时间的合作 不论是外貌还是个性都很契合 这一来二去两人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 但是这样的感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海妹那时已经嫁为人妇 而丈夫则是当年试引上海滩中盯力一脚的吕良伟 一边是奶油小生 一边是硬汉 到底该选哪个呢 周海妹闭口不谈 黎明也闷不作声 两人绯闻曝光之后 香港杂志痛骂黎明勾引夫之妇 还流传出各种千奇百怪的版本 什么吕良伟片场怒打黎明 吕良伟为家暴周海妹 一切都传得有半有远的 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两人全盘否定 直到多年之后周海妹接受采访时说道 曾经和黎明是在一起过 但是后来感情变淡了 果然日久生起 每人女心也逃不过黎明的温柔 就这样黎明一直戴着介入他人婚姻的帽子在娱乐圈臣服 第三位 李嘉欣 李嘉欣大家都知道 比黎明小四岁 作为眼角一时的港姐 那个时期的李嘉欣被外界称为富豪狙击手 李嘉欣一边和香港富商刘乱雄交往 一边又拽着黎明 1992年 黎明和香港第一大美女李嘉欣合作出演了妖兽都市和袁振霞 两人一起出行一同游玩 甚至是一起吃烛光晚餐 后来李嘉欣在香港的访谈节目 质文饭店里面谈言 两人确实交往过 而这次黎明依然是闭口不谈 完全不承认自己在李嘉欣恋爱 但是豪车接送依旧进行 这让李嘉欣十分不欣赏这点 于是两人最后也还是和平分手了 但多年之后 黎明谈到李嘉欣表示 是他19年来最大的遗憾 这时候 黎明的事业并没有因为这些花边绯闻受到什么影响 反倒是一跃成为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就更为了他的恋情提供了好的催化剂了 第四位 金喜善 1995年作为天王的黎明 前往韩国宣传自己的作品 也是在这次他遇到了18岁的金喜善 最开始黎明遇到的是金喜善的经纪人 作为这次活动的对接人 这位经纪人带着金喜善认识了黎明 当时的金喜善还只是一个小模特 没有名气更没有资本 而面对这样美女黎明自然是喜欢上了 后来金喜善来到了中国内地发展 资源很是强大 并且还有人透露 有次金喜善来到内地 被狗仔拍到和黎明在酒吧约会了一整晚 激情战斗了一夜 但是这段感情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就像是萍水相逢的陆水情缘 最后这段跨国恋也走向了消亡 第五位 舒奇 两人同样是在合作影视时相识 曾经那些被置于地下恋情中 一直不被承认的女友们都作何感想 但是毫无疑问 黎明是真的想和舒奇一直走下去 而这样一段情笔金尖的恋情 怎么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呢 据可靠消息 当年舒奇在一个采访中 大谈特谈自己曾经的拍戏经历 其中就包括了那段不堪的三级片影史 这让黎明十分愤怒 本来父母对于这件事就已经很是排斥了 两人不能再结婚就是这样被影响的 结果舒奇当众公开 无疑是在拿两人的感情开玩笑 所以一怒之下便提了分手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据传 舒奇与黎明在七年这样的阶段 曾经的恋人惊喜善到香港去宣传电影 这样的机会给了私会的机会 当时黎明为了向舒奇隐瞒真相 谎称自己在外面工作 而实际上是与惊喜善一块情人节 但是哪有不落风的墙 私会到晚黎明把惊喜善带回了自己的游艇 一同吃晚餐 结果被人拍下了两人的私会照片 还卖给了杂志社 从黎明私会前女友惊喜善 足以看出黎明是多么的渣 第六位 黎安 黎安是新加坡籍中法混血儿 作为广告模特出道和黎明合作过不少的广告 黎明似乎对于混血美女也尤其的偏爱 背包很多和这位混血美女的大尺度私方照 不过两人的感情并未维持多久 就被另外一位外籍女性取代 第七位 李奈英 李奈英当年在韩国是顶级广告天后 人气和资源都不差 去香港拍广告的时候 和黎明合作过非你莫属天使梦等 面对韩国顶级美女 黎明自然不会放过 很快露出了好色的本质 疯狂是爱李奈英 不久就被媒体爆出两人的绯闻 在尝过韩国美媒的味道后 黎明果断分手 继续狩猎其他美女 第八位 赖户潮香 黎明及日本靓女赖户潮香 两人合作不死情谜 在发布会上 赖户潮香公开宣称 自己的确爱上黎明 两人在发布会上也是做足了学头 看来黎明不仅喜欢韩国美女 混血美女 对于日本美女也是情有独钟 不过 好在也是为国争光 给黎明大哥点个赞 第九位 歌唱天后王妃 当年的王妃也是戴司聪的学生 同出一脉 王妃还为大红娜子的时候 王妃经常作为黎明的演唱会嘉宾 后来两人合作拍《大成小爱》 黎明37岁生日当天 和王妃拍摄了一组大胆的亲密照片 两人传出绯闻 不过后来 王妃还是被叛逆弟弟谢霆锋吸引 很多年之后 黎明在节目中依然觉得王妃是自己的女神 第十位 李启红 李启红作为94年的港姐继军 甜美可爱的样貌一出道就出演了很多电视剧 角色都很讨喜 曾有香港媒体曝光 黎明曾追求过李启红 但是却被李启红拒绝 这也是黎明仅有的追求美女失败的案例 第十一位 徐子山 作为2004年的港姐 徐子山一直是TVB重点力捧的女星 在和黎明传出绯闻之前 有一个交往一年多的男友 这期间和黎明去日本拍摄了一段广告 也是拍摄广告期间两人传出绯闻 在这个过程中 媒体拍到黎明对徐子山特殊照顾 经常在酒店私会 回到香港之后 徐子山便和自己的男友分手 但对于徐子山和黎明回到香港之后 却嫌少被狗仔追踪到恋爱的蛛丝马迹 第十二位 张曼玉 张曼玉的甜蜜蜜不仅甜了一代人 也成为了黎明的少年女神 后来两人合作拍戏 黎明开始主动追求 香港狗仔文风前来蹲点 多次拍到两人约会 后来因为年纪差距的原因 两人选择了和平分手 第三位 乐吉儿 乐吉儿相信大家肯定很熟悉 她是有史以来黎明对外公开的第一段恋情 她是香港模特 更被称为翻版书旗 两人相恋不到三年就宣布结婚 和过去的恋情比起来 黎天王这次仿佛玩够了 在马尔大夫高道举行婚礼 婚后对乐吉儿基本是有求必应 乐吉儿想要创业就拿钱给她联名开公司 有媒体曾问黎明 乐吉儿是什么样的女孩 黎明回道 是我喜欢的女孩 舒奇等了七年都没等来的婚礼 乐吉儿轻易就获得 想想也很讽刺 2008年黎明乐吉儿结婚 黎明对乐吉儿一直很大方送车送房 送游艇整个婚礼也花费上一元 看似美满的婚姻 乐吉儿却出了问题 在美国长大的模特乐吉儿喜欢抛夜店 有了黎明这样子的大才作 不断输血玩得更疯 生活更加奢侈 花钱如流水 据传她前后花了黎明七个亿 但是压垮这段婚姻的并不是她的挥霍 毕竟黎明出道那么多年 自己老婆花点钱她还是能承受的 而是乐吉儿整日混迹在复杂的场合 背着黎明交往了一个异国男友 这位男友甚至在网络上公开 乐吉儿的私密照 照片曝光之后 黎明傻了 自己极尽宠爱的妻子婚内出轨 直接踩中黎明的底线 无法挽回迅速离婚 2012年婚姻持续四年后结束 黎明也成了四大天王中第一个离婚的 放弃了她认为不够像人气的舒淇 转而娶了表面上看起来完美女孩的乐吉儿 结局是她也没料到的惨淡 第十四位女助理阿威尔 媒体曝光 黎明孩子的母亲是她的助理阿威尔 2014年黎明的父亲去世 这名助理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后来两人逐渐走到一起 阿威尔也正式搬进黎明香港的豪宅同居 两人之间有着21岁的年龄差 和无数女神级别的女明星恋爱 传绯闻结婚了她 最终选择了这个资质平平的娇妻 共度余生 虽然天王黎明老少通吃喜欢搞外国美女 还跟女神张柏志用文 跟杨凯妮 陈叔兰 周慧敏 陈颂灵等23位性感美女传过绯闻 发生过不可描述的关系 但她依然是香港的四大天王之首 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